P-H-A-G-Y 这个东西大家等一下可以去 我送一个很好的 我们的information给大家 这个autography autofigure autofigure是什么意思呢 autofigure 这个日本人 他从2016年的时候 他曾经做一个test 然后他发表了 这个东西的话是给全世界 然后他拿到这个诺贝尔奖 他里面最主要讲的 什么东西呢 是讲的话是 当我们人的话是超过 19个小时 我们没有进食 就是不需要经过一些的消化 任何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自己会有做一个东西 autofigure system 就是我们好的细胞 会吃完那些所有不好的细胞 好像我们好的细胞 会吃完很多那些癌症细胞 一些的 OK 所有的 我们讲 Bed的 一些的 所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related 我们一个 我们的cleanine 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cleanine 基本讲是 OK 不是48个小时 当我们48个小时的时候 他里面 如果我们添加了 我们讲 芦荟 鱼油的话 是 因为芦荟跟鱼油 是不需要经过我们的 胃 我们的身体 做一个小化的 它是直接可以吸收 所以会让这个效果 会更加好 所以为什么的话 我会发现到 我们 我一做cleanine 平时的话 如果我有这个 很饿的饥饿感 所以我一定要吃东西的 总是三餐一定要吃 然后吃的分量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来越多 所以我 不吃的话 是OK 感觉到 something not right 可是 一做了这个cleanine OK 你一做了这个cleanine 九天过 你会发现到的话 虽然我吃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的少 第二的话 是整个人 非常的精神 然后充满 整个人充满 energy 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都 不知道我们吃到 我们会 auto-immune system 然后我们身体的话 是身体会 这个自我修复 然后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article 来support 我们整个的cleanine 为什么我们的话 是要做 九天的一个排毒 为什么的话是 很多人讲 我为什么一定要 前面两天 没有吃东西 只是吃产品 然后喝水 为什么要这个东西 这个OK auto-OK 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好的article 是让我们support的话 所以这个cleanine的话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可以每一个月 基本上 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我们都可以做这个cleanine 所以当我们 时常做这个东西 过后 它里面讲这个东西 我们有很多的 dead cell 死的细胞 在我们的皮肤 所以我们当做这个 这个 一个 开始化射的话 是 我们好的细胞 将会吃完 所有的一些 死的细胞 当我们吃完 所有的细胞 死的细胞 我们身体会重新的 再长过 新的细胞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的话 是 时常做 OK 我们叫做cleanine 这个 我们会越做 越年轻 会发现到 你看师父师母 我们跟他讲 我的师父 five series 五只头的 他讲 要么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东西是很大差别的 然后 我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跟一般 property agent在一起 有一个跟我同年的 坐在我隔壁的 然后他们问 你多少岁 我跟他 我42岁 你隔壁这个也是42岁 可是那42岁的朋友 整个头发摆到完 然后到他的那个 度男 好像怀孕了四个月 然后整个人皱纹很多 他说你们两个是童年的 你两个同龄的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的话 是原来 这个的话 OK 我们叫做OK artography的话 是会让我们的话 是身体会产生 更多的一些的好的细胞 吃完所有的坏的细胞 所以我们身体会来越年轻 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的话 是会帮助到大家 OK 今天的话 目标的话是会close的 OK 三套的 OK start your journey pack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OK 今天一早就收到好料 这个是很好 很好拿来 push我们的 clean night的 因为有时 人家会问你 问我们 不吃东西会怎样 会怎样 你有这个study 来support 是很好的一个selling point 我们thank you jackie for this sharing OK next 还有谁 来 olive 上线 olive OK 来 olive OK 大家早上好 好 好 OK 今天 就是要感恩的东西 就是要感恩自己 很健康 很精神 然后很积极的 OK 所以每一天都要 positiv 就是很正能量 OK 所以要感恩 要感恩的 就是也是要感恩上线 OK Datuk跟Datina 一直来的 guide我们 OK 怎样去做 forever 做到更好 OK 然后也是要感恩 很多螃蟹 都很积极 然后很正能量 都好像每一天都 John这个tapanyaki 真的是很 很开心 很 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很多的平台 我们看 其他的platform 他们真的是 没有这个platform 这样子 因为我也是最近有 接触一个做property的 他也是换了平台 因为他也是觉得 这个MCO 真的是很影响他们 然后我也是 现在在找那个 电话号码去联络他 因为他已经lost了 contact 但是在Facebook 有看到啦 这个东西 然后想分享的就是 上个星期就是要分享的 就是我有去联络回这个MCO的时候 就是联络回之前 有一个经理 就是我的Gertet那边的经理 的上线 他的上线 其实是马来婆来的 所以其实以前 十年前我跟他一起 就是做隔壁市场的时候 找到他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小女人罢了 是一个好像家庭主妇而已 但是没想到啦 就是通过这个MCO 我就不懂怎样找到他的Facebook 就联络回他 然后就 我last week去见他 才知道其实他 十年过后 他已经 做保险 然后他自己也是 agency manager来的 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女人 这样子是transform了 这十年里面 然后他找回我 因为他看到Forever 他看到Forever 他其实是在找产品 然后呢 就发现他自己做了经理 其实他不知道 他自己上的经理 在Forever Living已经十年啦 然后他 要做回Forever Living 所以我就present那些F2D Plan给他 他真的是很兴奋啦 很开心 因为他做保险这样久 他很群劳啦 他算是在东海岸 都蛮top perform的 然后他讲他赚哦 其实是赚每个月都18钱 这样子罢了 他很群劳的去KL 做法是去见顾客的那一种啦 所以他看到Forever 这边可以给到的东西是很多很多咯 所以他是其实是好像一个新人 我跟他讲你当自己一个新人 这样子开始而已 这样子啦 昨天我有做coaching 关于Healthy Triangle的啦 他也是有进来听咯 这样子咯 所以我也是很 很兴奋啦 OK 很兴奋 然后我觉得做Forever就好像找珍珠啦 因为珍珍珠是在海里面的 我们要找珍珠是不是很容易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享受那过程 就是不要想 不要觉得以前不要做的人 他是不要做的 其实他可能是已经不一样了 加上Forever也是不同了嘛 这样子咯 然后另外一个线就是我KL的线咯 我就是因为Follow Up 那个Second Generation的啦 这个P&M的 P&M的 so他是KL的 他也是开始去分享咯 他上个 last week也是签了两个syj 然后现在也是在 签人咯 签他的顾客 其实他也是做生意的 买卖那些包包啊 就是不是名牌的包包啦 这样子的 然后他很多network一下的啦 他也是找机会咯 OK 然后就是很多好消息啦 另外一个下线在关单的咯 就开始做booth 现在开始做booth 跟他的team一起做booth OK 去找更多陌生 然后也是可以train新人啦 新人去大胆的去 好像我们以前这样啦 去找更多名单这样子咯 OK 所以等一下 有人就要去booth那边 去看他们 然后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顾客啦 但是他做clean line 也是一个家庭主妇 然后他就是这个九天 他下了四个KG 他就开始介绍给他少少那边 也是要做这个clean line咯 所以这个也是在KL的华人县啦 所以我是也是很 target他的 我是很久很久找他 叫他做clean line啊 其实他想做 但是没有信心 然后是听客啊 进来听zoom啊 然后一直send东西 然后真的去做哦 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下了四个KG啦 所以那个K应该真的是很棒很棒咯 所以就是每一天就是要很积极啦 OK 所以真的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OK谢谢大家 OK 跟大家讲哦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啊 尤其是一些哦 他们时常有在看Forever的人的 因为Forever哦 这几个礼拜来哦 全部都post啊 那个Graph啊 你知道吗 那个Graph是很惊人的 我跟你讲 不只是吸引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啊 连那些很高收入的人哦 都会给我们的Graph啊 吓死的 我跟你们讲 包括我 我最近我见很多人哦 我给他看嘛 我整个组织 最少超过 百多人哦 Graph啊 都是这样子上的 在这个lockdown的时期 我跟你讲 吓死很多人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时机 OK 那么我也是开始 像Olive讲哦 Olive的那些旧case啊 如果他们有在Forever啦 我跟你讲 一定会 不止他一个吧 我跟你讲 很多如果是 还是你的Friend Facebook Friend 还在看你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post 或者你没有去share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share哦 没有post哦 就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在post嘛 你们没有去share 没有去post哦 我跟你讲 人家都看不到 因为如果你的downline 都不是我们的Friend 他根本看不到 我们post什么的 他只看到你post什么 所以你们一定要 去做这个动作 不然的话 你机会就是留给哦 别人了的 不是留给你的 好不好 OK 来 Next 美红 让美红要分享 来 Hello 大家早上好 好 感恩今天 新的一天哦 又可以给我精神 又感恩身边的人啊 尤其是每一次找会的 所有的那个领导啊 那些 那些 就说我们 定的人啊 虽然是每次好像 在这个 只有我一个 从登家楼的 但是我也是觉得讲 我应该持续下去 因为我要 突破自己啊 就说不要因为 人家没有来 然后我一个人来 就觉得很孤独 其实一点都不孤独 因为大家都正在 陪伴大家 然后接下来要 感谢我的家人哦 还有 我的领导咯 师父 师母 然后我今天 要分享 就是说讲 我今天心情呢 有一点 比较定了 不会说讲 来找会的时候 会很紧张 不知道要怎样 所以都会 比较定下来了 我是觉得 这个是在我 进步当中啊 所以都会慢慢 自己的心情 会定下来 然后 然后我要分享的 就是说讲 刚才的都有讲到 在Facebook那边 要post啊 人家会一直 看着我们 这个是我昨天 真的 心情体验到 那个CCTV 那是真的 很多人的眼光 会看着我 为什么呢 因为 之前我是真的很 排斥这些东西 然后我不敢 去跟人家讲 就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会觉得 我不想做 很丢人啊 就是一直想 去赚人家的钱 但是 当我进来 Forever过后呢 就全新的一面 就觉得讲 我来这边 我不是因为要赚钱 赚钱还是赤等 但是钱还是要赚 但是最重要的 我用我的真心 去分享那一些产品 分享我的健康 分享我家人的见证 那个是最真实的 所以 都不会对不起自己啊 然后钱还是一样 照进照赚 因为为什么呢 昨天我就去巴萨买菜 然后因为之前 我有去巴萨 经过巴萨的市场 就在那边 卖零售 然后就有招一些 Members 都有招到 但是有其中一个 是我每次跟他 买鱼匣的 买鱼匣的 然后他就讲 我没有钱啊 MCO啊 就没有什么生意啊 那么我也没有 很勉强他 但是呢 到昨天 我在去的时候 他竟然问了我 一句说 你没有做了 是吗 因为他看到 我已经没有去巴萨 摆当了 我讲我还有做啊 我讲你 为什么讲我没有做呢 他讲我看你好像没有做进的 我讲不是进 是因为我已经升级自己了 我很有自信的跟他讲 我讲我升级自己的 我讲我现在 不需要在巴萨摆当了 我讲 我讲现在是人家 打电话来约我 我讲有一些 然后我又忙着生活 我就是抛了一种好的东西 给他看 他讲是吗 我讲对啊 我讲我叫你进 你不进 我讲然后啊 那个promotion 我讲你不进啊 很快又要没有了 我讲 我讲我招你的时候 是1700块 现在1200块 都已经是 可以进到 VIP了 几百呀 我这样跟他讲 他讲哎呦 他讲这样我要快快 message你了 我讲不要等了 我讲 我短短的这几个月 三四个月里面 我讲我竟然 我已经收入有两三千块了 我讲两千多块 都是公司给我的 我自己在这边 巴萨卖零售的价钱 你还看不到的 他讲这样厉害吗 我讲对啊 就是厉害啊 不过你都不出那一步 我要怎么帮你 他讲好好好 他讲你message我 他讲我讲好啊 我讲但是我message 你不要每天看嘛 我讲你每天问我没有用的 我讲等到时候 我已经是Juta1的时候 你还在下面 他就在边一直笑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讲 静下来 其实很多人在留意着我们的 好像我身边的朋友 很多都留意着我 看我死了没有啊 看我是不是真的 真心去做这个直销啊 因为我为什么 我是不相信的人啊 为什么今天会去进这个直销 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 所以为什么我会进来找会 就是因为 我要有那个日度 我一直要坚持自己 做一样的东西 重复再重复 到我可以突破我自己 把我的自信拿回来 然后去除一些的 我之前在意啊 恐惧的那些东西 第二个我要分享的 就是说讲 我真的是已经 有慢慢开始 就是说 突破自己 也不想很突破 很好的 成就 但是我觉得 我走到这一步 我很赞叹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 前天 我就去见了 我的老公那一边的家人 然后 因为是有家庭 他们有家庭就分 就是说这些老辈的 他们有家庭就分 所以 我的家人呢 就不是 我老公的家人 就不是很高兴 讲我们去跟这一些人 接触 但是 经过我跟我的老公商量了 过后 讲 我们要勇敢 他做这一步 说讲 不要讲在意他们的纠纷 我们是我们 我们就做 他要不要接受 就看在他自己 然后我们就去找 他的一个姑姑 因为 就觉得害怕 因为为什么 第一 就是 他的孩子是做 是做到很紧的那种 但是紧到什么程度 我没有去研究 但是每次看他的 Facebook都会有 post这一些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一个 很在意很挂爱的地方 讲 人家卖Yosana 那么我卖Forever 他会听我讲吗 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 那个纠纷 会不会弄到大家 很尴尬 然后呢 我就想着 不要想这么多 我老公讲 所以去就去 如果他不要 不是不要 他讲 至少我们有试过 不会错过 这个机会 然后我们就 一起去 带孩子一起去 然后去了过后 我们就聊天 都说OK啦 他很欢迎我们 因为时常是我们 偷偷摸摸地 去跟他联络 然后这一次 我们也静静去到 他的家 然后就讲起 聊天聊天 就生活话 好像他每天讲的 永久生活话 生活永久话 就用这些去谈 然后谈到最后 他就讲 我就问他 你最近怎样 脚痛好了没有 就带一些关心 去跟他说 然后结果就讲 对啊 他讲 我脚痛到现在 现在美好 现在好像是有糖尿病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 我讲 好像你诅咒自己 有糖尿病哦 因为他有糖尿病 他不敢跟我们说 为什么 他不敢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家人 全部都有糖尿病的 我脏头那边的 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说 因为你有糖尿病啊 我讲 最近我讲 有一个产品很好 我讲我们也是再次 我就开始介绍介绍 然后结果我就跟老公讲 我讲 我给你知道啦 为什么会弄到糖尿病 会下癌 为什么这样多人服用 结果我就拿demo出来 就demo给他看 然后他就很 很那个 兴奋的就讲 哎 你们做这个 你跟我的孩子讲啦 因为孩子做有杀 那我想着 我要怎么去跟他说 然后他孩子就锁在房间 做他的东西 我老公就去敲门 结果邀约他 他不要 你知道吗 他说 你们有你们的做 我们有我们的做 这些东西 不一定是很快看到钱的 然后我老公就静静听他说 他讲没关系 他讲你就出来 了解产品就好 他讲 看怎样 他讲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是要一段很长时间 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看到钱 那么我们就没有去管他啦 就让他在房间里面 我们就做给他妈妈 然后结果 他的妈妈是真的很有兴趣 然后还问我讲 如果马来人来我的店 因为他卖鱼钓的 鱼鸡店 卖那些钓鱼产品的 然后他就问我 如果那些马来人来 脚痛 每次都会跟我申诉 因为他是老人家 就很多那种 干统的老人 去跟他谈天 他就讲 我可以卖吗 我讲可以啊 你进了VIP 你有35% 你就可以卖了 又很赚钱 什么 哇他很有兴趣 然后他讲 现在怎样 他讲你不要这样大声 因为怕他的孩子听到 结果我讲 这样吧 因为我也是感觉到 为什么他不可以 马上跟我签单 是因为他的孩子在家 他要拿出那个钱来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结果我觉得 你一定会偷偷打电话给我的 我就跟他说 姑姑啊 我讲 不然你拿两罐过去先啊 然后他拿了 他直接就收在 那个一堆衣服里面了 我就知道 他这个动作 令到我有点惊讶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因为怕孩子知道 但是他要让他的病好起来 因为为什么 他也是有三个 跟我们说 帮他不多 我讲 没关系 我讲 你照吃 鱼油你照吃 因为我们做了 鱼油的实验 给他看 我们的那个保利龙 燃烧到很快 销到很快 然后他又用他的 有三那的来做 然后结果是很慢的 他讲 你的很快哦 但是我也不可以说 要打断他说 你不可以吃他的产品 没有啊 因为每个人的产品 都有他的好 我们都叫 不支持这些东西的 我就讲 鱼油你照吃 我讲 不要浪费 他都是好的 只是效果可能会比较慢 然后他也OK 就也接受了 结果他就跟我说 这样这两罐 我不给你钱 我到时 我拿了那些东西 所以你才扣 我讲好的 结果就到昨天 他打了一个电话 给我讲 美红啊 你能不能发 一些所有的那种资料 给我看看 然后还有 尤其是那个糖尿病啊 高西亚 你能不能WhatsApp给我 因为我要给我的朋友看 哇 我觉得很高兴 我跟我老公讲 你姑姑能接受了 我讲 现在等他多两天 我讲 因为他有打电话给我 叫我多两天 出来吃早餐 我是觉得 他就是要给我钱 跟我签单 所以 这个是真的 我很大的突破 所以昨天 我就有在Facebook 放了我一些 自己 发自内心的一些 poll 我说出来 我真的很高兴啊 我能这样一小小的突破 就能close到一个 虽然他签还没给我 我还没签到单 但是我感觉到 他已经是我的VIP 他已经在做生意了 虽然是还没有进啊 已经是在做生意了 我讲多棒啊 我讲这样 所以就尽量去分享啦 因为我就现在 一直在做的动作是 每一天都找人分享 我不管他拒绝我 接受我 要不要进 要不要买 我无所谓 因为这一个 每次都是我的体验 因为我从这边 我可以读到人心 我面对这种人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我面对这种人 我应该又用什么方法 所以会给我一个 更好的商机咯 就是说改次 可能去到十个里面 可能会close八个的 不是会close四个罢了 所以 真的很要感谢 自己的 每一天 然后每一次的 一些 业的一些 新人 就是说要找的一些 prospect 这样咯 这个是我要分享的 然后就一个 我要分享 是关于产品 昨天我就煮饭嘛 然后手就有弄到辣椒 不小 不知道 就去擦了我的眼睛 眉毛那一个部分 然后结果不久 就觉得很日啊 然后我就想着 那个 那个 务员 那个 Aloe Vera Jelly 可能会帮到我 结果敷上去 不到五分钟 那个日啊 已经不见了 因为平时 有时那种 弄到辣椒的日 维持很久的 都不会不见 要洗盐水啊 洗肥皂 都不会不见 但是昨天 我是觉得 可以了 所以我可能也会用 这个点 去跟人家说 因为我自己 体验到 这个产品的厉害了 这个就是 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然后 今天很高兴 一早起来 八点多 就有电话来 哎美红 拿六罐给我 所以我要跟 Celine讲 Celine 我跟在你的后面 虽然是一两 巴仙的你 但是我正在努力 迟早有一天 我会几十箱 谢谢大家 OK 谢谢 好棒 很烧 很烧 我都被烧到 来 我跟你们讲 来 美红刚才那个 心态非常的好 观念态度 非常的好 为什么 你看 很多人做传销 超过九十八千 的人做传销 他们只是在练小学 他们连中学都进不到 不要讲大学 中学大学 根本都没有办法 打进去 为什么 很多都是 都在 只是在做 那个产品 那个部分 当然我们去见他 你不要觉得很排写的 你观念态度正确就可以了 你不要觉得很排写 为什么 因为你是练大学 你去练大学 要跟一个练小学的 讲的话 肯定是可以的 你不要感觉 我好像不好意思 你不用不好意思的 好像我们 学问 我们都找 比我们 更高学问的人 我们去学习的 对他们 他们也应该 就是想 跟我们学习的 所以你敢敢 有这种心态 我是大学 的教授 我要去跟一个 小学生 跟他讲这个事业 明白吗 是很合理的 所以你不要有 那种心态 说 好像不是很好 要这样子来讲 会打架什么 根本不是打架 因为根本的不同层次 一个在练大学 一个在练小学 我们不是讲 小学课程不好 是因为我们 还有更多的东西 可以带给你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心态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可以去建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公司 我们也不用 采别人的公司 记得我时常讲的 Forever是 support完 全部别人的产品的 而且我们教的是 最前面的东西 好不好 OK 所以我们感谢美红的分享 所以这边呢 我看到 Seline要分享了 她好像是unmute了 所以Seline 好消息 她已经完成F2T Level1了 现在在多少号 哇 疯掉 她现在才多少号 她已经完成Level1 现在她在追Level2 来我们请Seline 分享一下 来 Seline Hello大家早上好 哇 我觉得这个舞台 很难争取到 你知道吗 其实我星期二 那天就想分享了 我偷到今天 你知道吗 所以刚才 美红讲话了 我就是准备要讲 然后上次又讲话 你知道没有 搞到我觉得好像 很紧张啊 所以OK 感恩就是 身体慢慢的康复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之前 中那个温证 我跟你讲 那个后遗症 那个后遗症 就是会越来越 瘦啊 哇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来的嘛 对吗 不用 现在也是遭瘦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时常我讲 每次发生一样痴情 可能就是 就会有很多好的事情 所以上次讲的对了 我的F2D 已经搞顶了 我跟你讲 没有试过了 十多年 我跟你讲 那个CC 就是一直飙 一直飙 一直飙 所以那个感觉 很爽啊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 他们在 做到两百三百啊 好像有新大 现在两个星期 可以做五百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 他已经是去到一个 很疯狂了啊 就是你 你不 你不知道那个 那个 怎样来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个CC 就是一直一直有人 扣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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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目标 我的一百箱路 一次我已经达到了 我非常的开心 我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啊 一百箱路一次 一路来 是我两个月前 已经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你们知道的吗 我就是 的目标 就是一直讲 要出一百箱路一次的 所以呢 两个月后呢 终于给我达到了 然后呢 重点就是 现在我要planning 225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肯定没有问题 应该是三个礼拜里面 就会帮它settle掉 然后过后呢 现在的重点呢 就是我的下个月的 300cc 在想着这个东西 就是我要去想 我的300cc 要怎样来的 就是要多一百箱的 鲁维茨啦 对不对 就是一百箱一百箱 因为其实要感谢公司 感谢公司这个promotion 这个12送易的promotion 我觉得真的是 天时地利人和啊 因为之前已经没有 这个promotion了的 然后我周末又倒回来 你知道吗 他好像知道我们 要追那个CC啊 就是他会倒回来 这个promotion给我们呢 然后我就趁这个趁势呢 我就做这个promotion 而且我是自己 有做一点promotion给顾客啦 所以我觉得人是这样嘛 如果你今天要达到你的目标 你一定要想一下 你的那个CC 你要查看来看 你要怎样去拿到这个CC 然后呢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们又有钱赚的话 我觉得win-win啦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promotion 给我们的顾客啦 因为有些螃蟹 有message我 有问我 他们很好笑 你知道吗 他们讲 我都想种一下文针 来种完文针 为什么要这样多 就很搞笑 我觉得 所以我很开心 刚才看到上线那个 一个manager 那个new pin 我跟你讲 超兴奋的 然后又有那个free gift 然后我觉得 现在我很期待就是哦 明天我们到底 有没有去旅行 我觉得这个 在我的脑那边 有一个问号 你知道吗 相信我们真的可以 settle了 9月那个CBM 如果是不是covid 我相信我12月 应该可以跟上线一起 去玩了的 因为去年12月的时候 我跟上线去 那个成都中国 我们已经讲好了 今年早点完成目标 我们可以一家人 就是去旅行family trip 但是因为这个covid 就可能暂时不能够去 但是能够在这个9月 要完成这个目标 然后呢要完成 我的一个manager ok 所以下个月 如果已经settle by300cc的PM 我已经是完成 我的目标了 已经是做超过了 所以今年的目标 很清楚咯 就是一定要15箱 1500cc 然后呢 是要拿double的CBM ok 我要带我的一个伙伴 一起去拿CBM 虽然往外不知道 有没有的去旅行 但是就是期待啦 很期待啦 所以感恩咯 感恩这个大家庭 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年前 然后我有一个 外劳的朋友 他是Bangaradish来的 他是在Mitway里做工的 然后呢 我是去买电话认识他的 过后就跟他 keep着联络哦 我跟你讲哦 他昨天message我 他帮我买一只牙膏 你知道吗 虽然是一只牙膏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是不认识的嘛 就是每次 broadcast啊 每次keep着那个关系嘛 然后他就问我 密堂多少钱 然后他要进member的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现在也是 怎样说呢 也是要需要钱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的机会 然后呢 我会继续跟Follow up 然后呢 过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还有就是这个 Follow我的增长啊 刚才听到上线讲哦 我在想着我增长 80多巴仙 然后全世界14巴仙 这样我们今年的CBM 会不会很大涨啊 上线 哇 开心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fight到这个 这个 这个CBM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呢 就是要更加兴奋的 不要只是做225箱 然后可以的话 去到400个cc 因为我今年的目标 是1500嘛 我想我跟上线说了 如果 可以找完成呢 我就将我的gear push到2500 我跟你讲 没有做过千五箱哦 这个是第一次拿没有 所以很兴奋的 所以当然都是要很努力 要很努力 就是要很努力的 继续的去 做完所有的市场 除了这个 consumer的base 就是 100箱这种 也是要做 然后呢 新鲜也是要做 然后 全部都要做 通通都是要做 现在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我们一定要锁着这个cc 很重要啊 因为现在哦 已经时间 还剩回三个多月 四个月罢了 四个月的时间 哦 十二月不能算吗 对对 十二月是 因为年尾的一个月啊 是下雨天的 那个月份哦 所以感恩啊 感恩 然后开 就是心情就是要 想好的 要有真能量 然后一切都要感恩哦 这个是上天赐给我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持续的这个 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 华人组 华人组 我们的华人组 要加油 所以我们一起来 好不好 所以我看到美红的分享 非常的好 她真的是啊 一天一天的进步啊 而且她的分享 四月来又有味道了 我蛮喜欢 我很喜欢听她的分享的 所以美红加油美红 这里已经成功了 六支了好不好 所以就会去到一箱了 OK 谢谢大家 谢谢上线 OK 谢谢 So Celine问了 粉红会不会大涨 我跟你讲 OK 粉红哦 全世界的业绩在爆 一定会大涨 这个是No.1 第二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做比别人多 对 那个问题就在哦 因为Forever呢 很多 existing的 那些 领粉红的人哦 都是比较老一代的 老一代啊 就像我们这种 其实我本来也是 不会做online的 他们 我很快上手 所以我逼我自己上手 当然我们有一点底啦 我们有一些 很专业的电脑的人 所以我们很快 我们就过了这一关 那么 也有很多是过不到的 你明白吗 还是有很多 还卡在那边 尤其是比我更老的 那种就不用讲 60多70岁 那些会更难啦 明白吗 更难要过这一关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讲讲啊 我们的一个 advantage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 优势来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称事 一定要做 而且我们也有这个 start your journey pack 别的国家没有的 就变成你1.5就领 两个CC哦 你想一想哦 你做1.5就领人家 2CC的业绩 就变成了 那个是很疯狂的 明白吗 那个是很疯狂的 OK so来 Next 我们还有时间 还有谁要分享 Eddie OK来 Eddie 来 听不到 Robert Robertson 听到 Robert 还没有解决 你的问题 Hello 来 Hello 没有声音了 听到吗 OK 可以 Hello 听到 OK 早安 早安 有听到吗 听到 听到 OK好 所以来讲的话 是今天很兴奋的哦 OK 三个星期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 看到大家的话是 都在分享好消息 好不好 几天的话 抢不到舞台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分享 太强了 好不好 所以来讲的话 是很感谢哦 每一天早上哦 都有很好的正能量啊 所以来讲的 都在学习 so这几天的话 都有一些好消息哦 最大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 一个新的伙伴哦 开始已经有 第二代的领导人出来了 所以他就每一次 因为他处在 以前的 环境就说 我们要 face to face啊 我跟他讲 你face to face 现在我们直接 video call就face to face了 然后又可以 keep我们的 social distance 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哦 每一次 如果是说 我们在外面的话 见面有时候哦 social distance 没有的话 你怕三万吗 现在没有三万 也哦 我们哦 永远都可以face to face social distance就好 又不用戴mask 那么辛苦 所以他就很兴奋 你知道吗 所以然后 过后昨天的话 是他那个新伙伴的话 是就拿这本书 然后我跟他分享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他在操什么 然后最主要的东西哦 因为他是比较 新的一个generation 所以我来讲的话 是他对于我们哦 有这个forever to you apps啊 然后有这个 youtube channel啊什么 他就一直跟我讲 这样子哦 我这样子学就可以了 我讲对啊 你这样子做就对了 总之哦 你不要 你不要哦 不参加会议 跟不进来 我们这个platform 因为哦 你不进来的话 是你会吃亏 所以他很兴奋 好不好 他就跟我讲 哦 因为他是年轻 年轻一代嘛 所以他就讲 这样子我身边的人 都问我的问题 我答不到 我讲 不用紧你直接call我 或者你答不到的话 是你直接videocall我 我帮你答他的问题 他讲 哇这样都可以 现在什么时代了 还要 还要face to face 已经很快了 所以他就很兴奋 好不好 这个是其中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 第二个好消息哦 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我有follow up一个人 他是在 他是名打名跟我讲 他是做shackle 他做shackle 然后是我们在facebook post 我们的出货的量啊什么什么 他又在post你知道吗 他是出一个楼里 一个楼里这样子出你知道吗 然后那时候不用紧哦 然后他有出货的时候 我就在facebook那边 congress他咯 然后叫他加油咯 他就很兴奋你知道吗 然后今天早上 他就跟我讲 Eddie 我想试你的牙膏 我们可以出来见面吗 你知道我什么 你什么感觉 就是我 其实 我们在post的时候 你不要被人家的假象 去吓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他们的话是 他们是 变大喊 我们在post 他们会觉得 他们想秀一下 但重点是说 有料的公司 跟有料的系统 永远都是赢家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post的时候 他不知道 其实我们收入在涨嘛 他们赚不到钱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 慢慢的observe我们 所以他就 约好了 这个星期日 我们会见个面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请你喝茶 然后他就跟我讲 好好好 他讲你记得拿你的产品来 因为我要试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要试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做佛为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 感觉到他已经要看佛 因为我整个platform 所以我 终于有其他公司 call我了 我很开心 因为之前 我一直听很多领导人讲 我们怎样 谁又来什么 我就感觉到 这么没有人call我的 是不是 是不是我做不好 不是 是因为我们 要做得更好 要做得更好 人家才会看得到 所以来讲的话 是 大家要 因为我每次 给马来人那边 少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什么 所以你们 要多爱我 就是说 要让我 这个 我这个生意的话 是越做越好不好 所以来讲的话 然后我很感恩 就是有你们 在整个 整个 生意里面 可以 让我再进步 所以很多新的人 你们都是 我的 我的学习者 好不好 所以来讲的话 是目标设立 12个 然后这个月 一定要 push到 gear number one 一定没问题 谢谢大家 OK OK 来 还有吗 Next Hello Ivy OK Ivy 来分享 Ivy Ivy 在哪里 Ivy 早晨 早晨 大家早上好 那么呢 今天的心情很紧张啦 然后就很兴奋 然后又很感恩 然后首先呢 感恩三件事情 第一呢就是 当我出去外面摆 booth的时候呢 然后是 妈妈帮我看孩子啦 煮给他们吃 然后载他们上学 跟放学 然后第二呢 也是感恩老公啊 每天都陪在身边 然后一起出席这个 booth 然后第三呢 我们两个 很感恩的就是 有两个人 在那个 booth的时候呢 就彼此 support 就是当 被拒绝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都会 两个从 娱乐自己啊 就是在那个 booth 那边 两个都要娱乐自己 就是提高那个 excitement 然后我们再继续冲 然后呢 三个好消息 就是上个月跟这个月呢 加起来都有 11个 novice 然后CC呢 自己也开始慢慢上了 然后 要开始要怎样 把他们去 convert into VIP咯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 呃 这个星期 明天开始 到星期日 我们又会再摆 booth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供这个clean line了 因为透过几次的 这一个 呃 buffet 我们都看到 肥胖问题 真的是很多 啊 很多 然后也看他 从他们走路的时候 他们的脚板 也会很痛 因为走路就是 呃 白下 白下 这样子 所以那天有个 刚刚好来问到我们的那个 skin care 那么他了解了过后 然后我就跟他讲哦 我看到你走路好像很痛 这样你的脚 然后他讲 哎 你又懂 然后我讲 因为你身体很重啊 我直接就动他那个 配料 因为你身体很重啊 你的脚又这样小个 怎样可以support 他讲 是咯 我讲 多几年咯 你一定不能走了的 然后他讲 也是咯 是咯 然后过后 透过这样子 他讲 我会先多一点information 给你知道 然后你看下 怎么样去调理 你的身体 然后变得更好 然后接下来 有遇到很多 就是顾客 给我们精神上的support 虽然是不认识的 然后他们看到 我们摆着一个forever 冲过来 我们两个 看着他傻傻 冲过来的时候 他讲 哇 You all are selling the best product 他这样子跟我们讲 You all are selling the best product 他就讲 他的mother 就是nana 就是卖这个forever 不容几十岁 就开始卖卖到现在 七十多岁 他讲 帮助人家 怎样去 弄好这个 Luca 然后吃这个 Aloe Vera gel 把他的伤口弄好 他讲 他的妈妈 做了很多这个好事 他讲 You all are selling the best product 就是透过 透过顾客的这样子 一个feedback 虽然不是签我们的 Novers还是VIP But他的那一个 inspire到我们 继续在forever这边 继续在成长 坚持下去 我们两个就是 用这一个的 那一个 excitement 跟这个精神 一直持续下去 这样子去做 然后 很好的就是 每个顾客 都很positive的 那一个 每个顾客 都很positive 然后 上个礼拜 签到三大种族了 CRMB 所以希望这个 CRMB 都变了我的 Bank CIMB 都变了我的 Bank 印度人也 给我签了 这个Novers 都很好 第一个印度人 之前我们遇到 印度人 都是 讲了 我很interested 我come back and buy 然后就 就不见掉了的 过后 那天 就是这个印度人 因为他有 这个soriasis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 这个medical book 很好用 在buffet里面 很好用 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要讨某谁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 拿出那本书来 马上找他 那个问题 马上秀给他 他讲 OK 我要几只 这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medical book 我们英文 跟马来文 华语 我们都拿过去 然后就利用 这个opportunity 这个机会 我们就马上 去做 这个sharing 好像有 这个prostate问题 这些我们都不懂的 所以那个 uncle 问到prostate问题 我们就马上找书了 这些是很medical 很医学的东西 我们不是很熟的话 马上拿书给他看 那至少他们 对我们 要买不买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要知道 我们专业在这一边 有那个answer给他 不会讲 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 sorry 帮不到你 这样子 我们至少有一个 解决的 那个问题 给他在那一边 OK 所以我的分享在这里 然后明天到星期日 我都会去摆BOOF 然后精神满满充满了能量 然后继续加油 祝福大家 然后 也希望很多很多好消息 on next week OK 谢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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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跟你讲 你们现在做BOOF 是很幸福的 你们要知道 我们以前做BOOF 我们拿到东西 我们有没有 没有办法 先WhatsApp 我们都是先 SMS 邀页 你出来 再跟你讲 你明白吗 现在你们 可以 send video 可以 send照片 什么都可以 我跟你讲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做什么你都赢的 你总之 你做什么活动 你都赢过以前的人的 你要相信这个东西 而且你要赶赶 然后赶赶去踏出第一步 OK 我也希望 Ivy Ivy的团队 可以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的时候 就是可以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因为你已经找到一个 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只是说 你要去建立 属于你自己的团队 你就有一个方法 怎样来train他们 我以前跟Dating 也是通过Proof 来训练口才的 就是跟陌生人讲 你越讲越多 OK 来 我想问大家 有谁觉得 Ivy的功夫 Ivy的口才好了的 来给我一个5 来 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 有觉得Ivy 它好像 它的功力 好像 哇 一下子增加了的 有没有 哇 分享一流了 而且还会 去大神加pain了 有没有 以前都没有想 现在还会 哇 你看 其实这种是 common sense 才的 你看到吗 我也没有教他 这个东西 他自己慢慢的 听了之后 久了 他自己会去 找人家的pain 哇 你看你这样子 肯定吗 你这么肥 对不对 这个是common sense 你这么肥 走路 要脚板 这么小 一定是会累的 所以这个 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不用人家教的 你要自己 去打通 自己的 任度二脉 然后你通了的话 你很多东西 你就可以做了的 所以我们 哇 恭喜 这个 Ivy 成功的第一步 好不好 突破了 OK 来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来我们再开放多一位 好吗 last 来 最后一位 来 争取 争取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人要分享 争取加油 争取加油 不要做CCT 你们全部给Ivy 下到了是吗 不敢分享 没有人分享 Mé Let me see Bernice Bernice 你没有人分享 我就抓人了 来OK Bernice 来OK Bernice 来分享Bernice Echui Echui Echui来分享一下 Echui 来Echui OK Echui不分享 没有人知道你在里面 对 来 开了麦了 来 听不到你声音 Hello 来 Bernice 听不到你的声音 是吧 上次跟我讲 他要分享 每次卖出不来 每次卖出不来 听到吗 听到吗 听到了 OK 来 来 分享 我 我也是刚刚去 Pasar回来 我今天很 很开心 很兴奋 因为 遇到朋友讲 哇 怎么你瘦了 这样多呢 瘦了一个圈 认不到我 哇 Clean Clean爱的 魅力 魅力 这次Clean爱 我就很坚持 所以 很多东西都要坚持 我觉得 好消息 就是 人家看到我 就知道看到瘦了 我也是很开心 因为 就说 跟人家讲 你吃什么瘦 我讲Clean爱 然后 就是早 早几个星期 我也是 帮助一个 小朋友 就是他便秘 哈喽 听不到了 哈喽 那声音断掉 Bernice 可以这样的 他是三四天才大一次变的 然后我就分享 然后我就跟他讲 因为他是上网守卫 因为他已经试了很多种方法都吃不到 然后他就看到 他上网搜索了 就说可以解除便秘就是 芦荟 然后他就想到我是卖芦荟的 然后就来找我 然后我就叫他喝芦荟 他喝了芦荟 然后他孩子 因为他孩子是很怕上厕所 因为 搭不出嘛 所以他很抗拒上厕所 然后喝了几天 他孩子在妈妈家 他去上厕所 他叫他妈妈来嘛 然后他妈妈 他妈妈激动的要哭 然后哇 他说 一瞬间我讲的时候 我就感受不到 然后有一次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 他真的是讲到要哭 哇 我也是很激动 很开心 因为可以解决到 然后孩子一直继续 然后他因为 因为黄色是不好喝的 所以他是放在奶的 所以他不要给孩子看到 所以现在一直继续喝 所以他 他也是很感恩 也是很激动 所以我觉得 芦荟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们就 有时看到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要去 不是讲我们卖产品 就是sharing sharing sharing这个产品 真的很好 因为这个也是帮助到我嘛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还是讲他不做不做 我讲你不用刻意去做的 你只是把你这个问题 就是你孩子问题 你看到人 你就sharing 就很好了 我真的跟他讲 我也是很感恩 我可以认识到forever 谢谢 谢谢 OK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最后我要分享 其实很重要的 虽然现在我们做online很多 我这次我来到KL 我也安排了 去见我在上个礼拜 我推荐到一个医生 就是online推荐的 他就是看到我们的Facebook 然后他就来联络我 然后我就在这个 用通过online 我就签了他做VIP 那么他做了VIP之后 他自己去买的 他自己去买货 自己去拍照 自己去招人 因为他是一个医生 他是专做这个受神的 weight management的 那么他自己去招了很多 他的patient 他的那些要受神的人 加入买cleanline 我们也不懂 那么上个 他自己买买都买了7个cc 他的这个activecc 做了7个cc 所以7个cc 我们这次来 我们就特地跑去见他 因为刚好上个 前几天是他的生日 OK 我们就去了那边 我就送了一些生日礼物给他 那么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发生 开始我们跟他讲 之前在关单 跟他这样子联络 跟他讲 你那些人 买了cleanline 给我们认识 他都好像 不大想给我们认识 明白吗 不大想 当我们去见了他之后 又给他生日礼物之后 你看 整个不一样 你知道吗 还跟他拍照 你知道整个那个trust 那个信任度 开始起来了 所以offline 我觉得offline 是很重要的 不可能只是靠online 因为我online 我可以sponsor到他 不过我build到那个trust 包括他有人 我叫你介绍给我 他也没有说要介绍 没有主动 我们做 even我做了一个group 一个whatsapp group出来 叫他把你的人 全部放进来 他都不放 那么我们见了他之后 那个晚上之后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他开始add人了 然后开始会key up我们 哇我们很感谢 这个 Dato Datin 会guide我们 这个cleanline 所以我们开始做group 他现在要跑campaign了 他campaign下来 我觉得也是很惊人的 可能我们就几十人 几十人 几十人 这个campaign 他现在已经add了 差不多整六个人 在跑cleanline了 所以路随有来 因为他已经有existing的 这个客户了的 他不需要 就是白纸去找的 不需要 所以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们一模一样 你没有sponsor了 sponsor了一些伙伴 是通过online的 我是觉得也是需要的 一定要通过offline 去建议你们的trust 那么你有这个trust 你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东西 我们也会尽量争取 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我们会尽量争取 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有cleanline的 有谁觉得很兴奋的 如果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有cleanline的 谁觉得很兴奋的 有没有 也是蛮多人喜欢 我们尽量争取 看可不可以来到一个 start your journey pack 里面是有cleanline的 那么大家就可以 不用另外再加东西 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我们在 designstart your journey pack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放cleanline进去的 因为如果我们放cleanline进去 我们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怕很快切祸 明白吗 因为大家有些 不要跑cleanline的 也会去买的 start your journey pack 尤其是我们一些 马来的同胞 他们是要做生意的 他们一定会买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来开始 那么他们也没有喝一样本 他们也去买买买买买 这样子 就很快就断货 到后面 如果你们这些 要做cleanline的人 是完全没有cleanline买的 你明白吗 因为给那个xyjpack的人买完 他们买一样本 也不一定有喝的 有些是没有喝的 明白吗 那么现在 我们有了这个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我们跑到很好 跑到很顺 我们上个月就卖了 4200套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是很可怕的一个数量 当然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模式 我们现在我们再推 这个另外一组的 如果我们再推了 这个我们还没有confirm 我们会尽量争取 再推到一组 也不会影响 为什么 因为没有喝一样本的人 他们也会选回赖套买 那个之前赖套 就不会影响我们 要跑cleanline的人 来做这个start your journey pac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也觉得 好像我有宣传到这些医生 这些比较专业的 对他们来讲 cleanline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公市场的一个用具来的 而且Jacky刚才也分享 我们有那个 Poasa那个东西 也是对cleanline 是一个很好的marketing tools 所以我们有这个东西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华人团队 也会更加的爆 不只是这样子的爆 现在Celine已经很爆了的 Celine只是卖鲁味汁 听清楚 Celine也没有去跑 那个start your journey pack 只是卖鲁味汁 都这么爆了 很疯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 最主要是我们的 那个意向 我们的intention 要很清楚 OK 我们就可以做很好了 好不好 OK Hello 大家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Dartin 我知道时间到了 可是我要讲 大概用一分钟两分钟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This morning 其实我是看到大家 真的是超兴奋 尤其是这一两个月里面 然后刚才每一个人的分享 都非常非常的棒 尤其是刚才像美红的分享 你们有发觉到吗 美红是一个新人 可是她的积极的正能量 她每一个凡是什么东西都好 她都会往积极的角度去看 所以就是那个真切的心态 你会发觉到呢 她就是很容易去感染 去感动她身边每一个朋友的 所以认同的 可以放一个E在那边好不好 在comment那边好不好 所以认同这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虽然是美红是一个新的 我觉得是很值得 大家去学习的一样东西 那往往很多 我们的所有的组织网里的 朋友 然后一进来的 或者是一段时间的 往往突破不了的 其实就是因为突破不了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 必须要去调整的一个心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第二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呢 我们从我们一开始做找会 一直到现在 我们做马人的找会 跟我们做华人的找会 我们发觉到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呢 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到 马人的找会呢 从一开始的 30多人跳到60多人 60多人跳到90多人 90多人跳到百多人 100多人跳到200多人的 有没有 有 那个就是马来人的 Tayvanyaki的一个差别 可是我们的华人的 Tayvanyaki呢 从每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 20多人对不对 然后呢 到现在30多人对不对 到现在是40 我们怎么样大呢 我每一天 每一次的找会 我在去recheck的时候 我们来来回回 都是30多 30多 30多 然后都很少去突破到40 所以变成那个 就是我们是 你会发觉到我们的 Tayvanyaki Chinese Tyvanyaki的那个找会呢 其实它就是属于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 这一个群组里面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必须要做的一个责任 也是我们的intention 好不好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 那个责任 那个intention 就是每一次的那个找会 这里每一个人 如果牵两手的话 我不用讲多 我讲牵两手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会被诊 就像马来人 他们不只是跟你牵两手 他直接跟你是两手 再牵多两手就变四手 四手再牵多 四手就变八手 你看他们所谓的弧度跟倍增度 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们华人 我非常非常的 要再强调一点东西 就是我们的脑袋 稍微简单化一点好吗 不要复杂化好吗 越简单越好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开始真的是要把这个目标 让他去真的是达成 那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弧度的倍增度 在我们的华人群组里面 所以我要大家去 跟我们大家一起去配合 然后就是在我们去开一个新线的时候呢 开一个新线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开始已经跟他讲 这个找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发觉到呢 这个找会一个新线一进来的话呢 他真的是把那个smangat呢 那个正能量呢 真的是冲得满满的 冲得满满你是省下很多的力气 你是省下很多的力量的 然后你是超容易去带他们的 而且你会发觉到 他们在整个经营这个事业的那个过程里面呢 他们是很有那个所谓的 叫什么 不会说一下子上上下下 那个情绪很幅度很大的那个 他们都会被这个找会呢 都会带着那个正能量呢 然后自己很清楚 应该要怎么朝着自己目标 走这一条路的 所以我们大家就把这一个正确的理念 带给我们所有的下线群 尤其是刚刚你跟他沟通 开始一加入这个的话 你就要跟他讲 why 台湾亚基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有跟他讲 why 你不是跟他讲 来来来来来 可是你没有跟他讲 why的话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们今天 全部会来的人 你们知道 why 所以我也更相信你们知道 怎么去沟通 那个why 给你们的prospect 好吗 好 所以我这个就是 我大概用了 大概两分钟 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开始 进步我们的人数 在我们的这个台湾亚基 那有些真的是 没有办法加入 可能这次很太在工作的话 你就沟通在 international礼拜天的 最少也一个礼拜一次 international我们英文的 那如果谁能够有时间的话 我也很建议你们 可以参加我们英文的 因为英文的那个呢 是整个international的 你那边的tips也是超 超棒的 超不同的 好吗 OK 我们的时间也真的超出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在结束我们的 这个今天早会之前呢 我们就先喊我们的口号 OK Let's No Lim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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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onaire 三次啊 OK 1 2 3 Yes No Lim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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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